上一讲,我们已经初步搭建好了创意流水线 有了流水线,就能投入生产 但是,每个环节的成果物,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创意流水线中的良品标准 相信所有做创意产品的公司,在研发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创意好不好?能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到底是什么标准?谁说了算? 你会发现,创意行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办法讲清楚 都是主观感受,五花八门 但主观感受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结果就变成了,最后是谁的资历高,谁说了算 谁官大,谁说了算 而且中间还会出现非常多的干扰 比方有一个人说,这个创意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个杀伤力非常强的一个话 但是呢,他只有干扰,没有帮助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好像他就获得了一个绝对权威 他作为上帝,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事实上呢,在创意生产部门,或者在创意生产环境下面 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具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这样说话的资格的 因为在创意生产环节里面,他的语境和购买者在货架前的语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创意的好坏 他的标准,或者在一个创意环节过程当中 他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有依据的就是人类行为的规律 我永远在讲,就是货架思维 就是在货架前,人们是怎么思考的 那么现在读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我们有把公司的运营流程全部分解成为4500多个动作 每个动作都设定了相应的成果物标准 比方说,编辑要交给销售的网站页面资料 这个网站页面资料,它是通过什么来建立起来的呢 它的生产流程是依据什么呢 它的生产流程的依据是一个普通的购买者 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它的视线流动的流程 你去反复观察,琢磨,理解这个视线流动的流程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应对 这个相应的这个应对呢 最终就成了网站页面资料生产流程 在这个流程当中包含哪些零部件 每个零部件的数量是多少 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如何去满足消费者阅读的习惯 你是要引导它的视线流动 流动的方式一定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你不能让它的视线发生折返 你不能让它从左边看到了右边 又回去看上一行 你要让消费者最轻松的浏览你的这个页面 最终得出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为了满足这些 那么所有的要求都会以清单的形式列出来 在编辑完成以后呢 需要在每一项后面打勾 销售呢 在接收这个物料的时候 它也是根据同一个清单进行复合打勾 这样一来 资料就能够符合这个标准 一目了然 大幅的减少了沟通浪费 而我们以前呢 在没有这个物料交接清单的时候 那就是经常在这个地方发生错误 哎呀 我以为我给他了 我以为我讲清楚了 我以为他知道 这些东西呢 导致了大量的交接上的浪费 过去呢 我们总是丰富犯这些低级错误 交接上面犯低级错误 或者自己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也时常产生 我讲的三种常见错误 一种是我以为 第二种是 我觉得 第三种是当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的 结果它不是怎么怎么样的 就没有确认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的 事实上后来发现它不是这样的 就是靠想象 没有找到事实依据 那么流程呢 是要让大家不断地去找这个事实依据 一会儿我还会在讲这个母体描述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事实依据的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当时态 就是当时人太多了 当时声音太嘈杂了 当时太忙了 当时太怎么太怎么 就是对这个流程执行的这个过程 没有足够的设想 没有给出足够的空间 或者足够的这个参考量 足够的这个这个原材料 就会出现这个当时太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在一个会议上呢 我提出把我们的流程分为三类 一种叫红流程 一种叫黄流程 一种叫绿流程 绿流程呢 就是本身不需要交付的 是员工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动作 对于绿流程的良品标准呢 我们会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描述 比如一份合同摘要 要符合1235哪些要素 或者计算定价的时候 具体的公式是什么 你只能按照这个公式来进行定价 全部呢 在流程文档当中写清楚 哪怕是一个新员工 他来了之后 他接到这个绿流程的流程表 他也能够根据说明完成这些绿流程 绿流程呢 是自己严格按照流程 就能做流程表 就能做完的流程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流程 黄流程呢 就是需要判断的流程 需要判断的流程 需要我的上级领导来判断的流程 那么就叫黄流程 对黄流程也有严格的模板 比如我们的车间成果物 就是创意车间的这个成果物 他要求包含这个成果物 必须包含以下要素 第一母体 第二书名 第三购买理由 第四封面 那么母体是不是符合标准呢 也有母体的写作标准 要母体五要素 你必须按照这个格式来填控式的写作 你的这个成果物母体 这样呢就杜绝了 就极大的吧 不能说是杜绝 极大的降低了犯错的空间 同时最后这个母体写作是不是符合标准 你按照母体五要素来写了 那么他合不合格呢 谁来做最后的判断呢 最后的判断 当然这个时候要听上级的 但是允许你有这个 用运用方法和流程来进行生变的空间 不是说上级一说合格或者不合格 上级否定他也必须用流程和方法的依据来否定 你可以去生变 生变也是依据流程和方法的依据进行生变 这个是黄流程 最后一个红流程 红流程就是重点 就是成果物移交清单 红流程是我们犯错误最多的地方 就像跟工厂里的这个物料清单一样 我们比如我们的数码样减合单 数码样减合单就是数码样打出来了之后 交给这个印制部门 编辑部门交给印制部门的这样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犯的错 我觉得会让 让我们公司的效率可能降低20% 杜绝它就能够提升20% 比方说封面上的哪个位置需要什么样的元素 全部是规定式的 你这个数码样清单里面 这个书名在什么位置 书集处有没有放logo 封面上的购买理由是不是和书名左对起 所有这些细节元素都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 不允许灵活运用 不允许有个人发挥 然后下游的字解人就会根据这个数码样减合清单 来一项一项的核对 是不是完全依据上面的要求达标 经过四轮的复合签字 最后没有问题才可以下场印刷 就是红流程就是要依据清单 不同的部门反复复合 用这个思路我们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良品标准 比如刚才讲的母体的标准 母体写作必须同时包含以下五个要素 第一一个真实的人民 第二一个真实的场景 第三一个特定的状态 第四一个超级持根 第五一个可以按下快门的瞬间 比如我们一个标准的母体描述是这样的 张小川在宿舍里和大学同学讨论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张小川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民 大学宿舍就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讨论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就是一个特定的状态 那么这里面超级持根就是外星人 那我们想象一下刚才所描述的这些场景 它是不是一个可以按下快门的瞬间 因为一个可以按下快门的瞬间 它就能够描述出或者就能够确定这个场景 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世界上会发生的 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情呢 恰恰由于是普遍存在周而复始的 这样我们就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母体 所以在整个创意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布满了这样的标准 布满了这样的标准 对每一个创意动作都有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生产标准和检验标准 再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购买指令 我们的文案的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一个购买指令 那么购买指令该怎么写呢 我们的标准说购买指令必须是一个起始句 它一定包含一个动词 那你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一个动词 有没有让这个购买者做出一个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做出了这个邀请 根据你的这个行动 它一定又还会获得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呢 就是这本书的阅读价值 所以购买指令 它的标准就是 有一个动作 做了这个动作就能得到价值 比方说我们这个藏地密码 最开始我说藏地密码在十几年前 它就已经完整的体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创意生产流程和创意生产标准 藏地密码它的最后的指令是了解西藏必读藏地密码 它有一个动词叫必读 它是一个动词 它邀请你去读它 会有什么价值呢 是你就可以了解西藏 刚才讲的这个起始句动词获得价值是购买指令 是对购买者发出最后的鼓动 在此之前呢 还有购买理由 还有一个双结棍法则 双结棍法则就是一句购买理由 它一定是有一个逗号在中间 尤其只有一个逗号 前半句是激活母体引发沟通 后半句是提供阅读价值 购买理由只能最多一个逗号 不能两个 你不能觉得购买理由便宜 你多抓一把进这个车间 这是不允许的 最多进行一次转折或者一次递进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有特例 对购买理由的双结棍法则之下还有一个特例 特例就是购买理由可以没有多号吗 就是它可以只是一句短句没有多号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呢 就是书名本身已经完成了母体激活 书名本身就包含了超级磁根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购买流可以没有多号 所以规定的非常的细 这个流程要产生效用 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的生产 生产效率 它必须是非常细致的规划 在中间没有奇异 不会奇路亡羊 还有书名 还有书名书名的设计 书名的这个摆放标准就更多了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指甲盖法则 又有指甲盖法则 就是当我在电脑上设计这个封面的过程当中 我要不断地把这个封面的放到 在屏幕上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放到指甲盖这么大 它还能不能看清书名进行沟通 因为我们说过 当我们的一个产品上到货架上的时候 它会自动缩小一百倍 你在你在你在办公室里面设计它 或者你在流水线上看着它 或者你在库房里面看着它 你拿在手里面感受它的时候 它是很大的 但它一放到货架上 它会自动缩小一百倍 因为旁边有一百个竞品在跟你进行视线上的竞争 所以指甲盖法则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个 货架上的一个现象 总的说来 制定标准就要像领螺丝一样 你看 事物的规律就好像是螺母 你的螺丝要严丝合缝的符合事物的规律 有一点磕衬 那个螺丝就领不进去 那么良品标准我们有了 是不是照着做就行了呢 但实际上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这个就是大家对良品标准的理解 各有各的想法 比如说执行的同事觉得 我想出来的这个购买理由 完全符合你规定的公司没有问题 但是审核的同事领导就觉得 你这个没有达到良品标准 要打回重做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够让各个岗位上的人 对其对标准的认知呢 首先标准里面 所有有歧义的地方 要不断的迭代 比如说我们这也是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鼓励犯错 我按照这个流程来 然后还是发生了错误 因为你这个流程表述含糊 表述有歧义 表述容易让我产生误会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迭代流程 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 我们现在公司四千五百个动作 四千五百个动作 我们在竭尽全力的把它描述清楚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存在五万个以上的 会产生歧义 产生误会的空间 这个五万次歧义 五万次产生误会的空间 就是我们进步的空间 就是我们迭代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迭代 在方法上越描述越描越细 越描越僵化 越描越固化 让我们依据这个指令 依据我们的流程标准 去做动作的时候 犯错误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一点 过去在母体上也特别容易有奇异 有错误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把消费者原话和母体描述把它对应起来 为母体描述提供依据 那么这样就会减少误会 减少奇异 《生子疲劳》这本书呢 是生搬硬套 严实合缝的按照流程方法生产出来的 但交到我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我要做最后的通过与不通过的判断 那么到我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总觉得不舒服 我就总觉得 你知道差不多所有的领导都会这样 都会按照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脾气 甚至个人当天的这个状态 说这个过那个不过 在创业生产领域 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 那我当时就说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你们重新再做吧 那试剂师呢 就说 他就拿着那个展开的封面 然后跟我讲 说老大 这个我们这个创业的生产 是完全按照流程来的 所有地方都是符合方法的 一二三四五给我一讲 他们这么一讲呢 我也没办法 我说你说的也对 那我们就通过吧 虽然我心里面有点不甘 这个创业就通过了 结果呢 这本书呢 就卖得超级的好 这也告诉我一个道理 就是我个人也必须服从于方法 必须服从于规律 我不能认为我是老板 我的个人意见 就比别人的个人意见更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依据规律来 有没有依据创业方法来 刚才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说一个创业产品的生产环节里面的各个良品标准 到底包括哪些 我们讲的一共有六点 第一点呢 要规定每个创业环节里面的生产要素 比方说一份寻宝报告 寻宝报告呢 是传统的这个审读报告迭代而来的 它之所以叫寻宝报告 是说明这个报告的目的是寻宝不是审读 寻宝寻什么宝呢 核心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寻宝报报告当中 它要包含十一个模块 一份寻宝报告要有十一个模块 它才算是完成了这个动作 包括内容的基本介绍 标杆书的分析 作者写作初衷 消费者原话等等 有了这十一个模块 一个控一个控一个控的填过去 那么这个寻宝报告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寻宝报报告 如果只有十个它不合格 如果是十二个它也不合格 一定是十一个每一个控都填满了 不填多的 那么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寻宝报报告 再把这寻宝报报告交给上级审阅 上级审了之后发现 是的你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寻宝报报告才可以推动到 封面创意的这个环节里面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要规定好生产流程 尤其是生产的顺序 一个寻宝报报告需要多少个步骤来完成 步骤之间的顺序是什么 必须按照动作编号进行连续的生产 生产过程生产动作是连续的 第三要规定生产的方法 也就是说怎么生产出前面那些要素呢 我们要有十一个模块 这十一个模块应该怎么来填写呢 再拿回这个寻宝报报告的例子来讲 原来呢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呢 叫找读者原话 由于是说找读者原话呢 它就产生了奇异 编辑在生产的时候 它就容易指到这些书的评论后面去找 标杆书的评论后面去找 但是让我们找母体 找母体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读者原话 而是关于这个母体的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 所以它也就不再局限于仅仅是在阅读领域 或者图书这个领域里面 而是我们潜在的这个母体执行人 他在生活当中关于这一母体的所有的行为 于是呢我们把它修改成了消费者原话 就是把读者原话这个词 把它修改成为消费者原话 并且增加了说明 第一该作品本身的读者评论 第二同类作者的读者评论 第三相关母体话题在支付 B站豆瓣小红书微博抖音公号百度等平台的讨论 这样呢就能够尽可能的去避免歧义 或者是避免他犯错的机会 第四一点就是要规定生产资料 原材料和成果物的数量 比方说我们过去我们在讲 我们要做一个封面的时候 我们要穷尽参考 这表达的是一个决心 表达的是一种意志 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说穷尽这样的词 穷尽这样的词 你在生产之余 输到企业文化的时候 你可能使用这样的词 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动作要规定的越死越好 然后现在我们在寻保报告当中 严格规定消费者原化的数量 80条 就是80条 不多不少 就是80条消费者原化 这样我们的工作量可以限定 在单位时间里面 它的工作量是限定的 它的产出也是稳定的 而且根据我们的经验 80条消费者原化 已经足够支撑我们找到一个活跃的母体 第五 要规定格式 寻保报告最后一项是成果物撰写 这个成果物撰写不能随便撰写 不能我今天发挥一下 我觉得从什么角度 我想去写什么 不是的 而是必须符合我们产品研发手册当中的表述 母体五要素 12345 它的句式都是规定好的 第六 最后一点 就是在容易反复出现分歧的地方 要提供事实依据 讲到这里 读科的良品标准是怎么制定的 我就讲完了 但每当讲到这一点 总有人会问我 创意产品投入市场 影响最终销量的因素有很多 如果员工是严格按照创意良品生产标准来生产的 可是最终销量不理想 或者反过来 如果有个员工在读科的良品标准下面 他的产品生产是不合格的 但是到了市场上之后又成了报品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评估这两个人的工作绩效呢 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 在我们刘水县投产之前 或是在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一直讲一句话 就是在读科工作 必须按照方法生产创意 不按照方法生产创意就会被开除 几年前呢 从别的公司呢 跳槽过来一个高管 他在那边做主编 做总编辑 做得非常的成功 到了我们公司之后呢 他觉得我 以我的经验 以我的才华 我可以自己生产创意 然后自己来做封面产品的研发 那么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找他聊天 跟他讲 因为我也很珍惜这个人才 很珍惜这样的 就是有这么多年经验 又有这么多成功案例 然后又非常有才华 我就不断地劝说他 不断地劝说他 但是呢 他非常固执 因为他过去那么成功 非常固执 就一直呢 就没有按照方法来生产创意 然后有一天呢 大概到公司半年以后吧 他兴高采烈来找我 说老板 我替公司挣钱了 刚才财务部给了我 我带着这个小组 过去半年的 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 他的这个小组生产的产品 在市场上成功了 干得非常的好 我当时呢 一下子就沉下来了 我说你现在 今天马上就去财务部结算 你被开除了 我说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依然会发挥你的才华 你依然会成功 但是在我们公司 你不会成功的 当天下午 我后来在大堂碰到他 看到他开开心心的就走了 我觉得对他也是个解脱吧 天天都被 天天都被这个盯着 就说作为一个企业 我们这样一个公司 我们不会允许 不按照流水线来生产 然后还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这个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公司历史上 也只发生过这样一次 马上就把它杜绝了 另外一个 就是用了方法 依然不成功 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在想 方法不会让成功变得更容易 方法会让成功变得更难 同时方法也不会保证成功 但是呢 方法在长期的工作时间里面 它会提高成功的概率 就是方法的不断的应用 就是消极 不断的消除 这个成功的偶然性 还有一个呢 不断的去堵住 创意赤品的产生 就是按照方法来做 你不一定会成功 你不一定会成为大爆款 但是你不会做出错误的创意 不会有 不会生产大量的赤品 我们总是我们总是往好的地方想 哎呦 我用了这个方法 我就非防腾达 事实上是用了这个方法 你不会止步不前而已 你不会今年累月的原地踏步 那回过头来看 这么多年下来 在我们公司里面做的好的那些人 做的越来越好的 都是今年累月的按照方法进行升级的 只允许用方法生产 是堵住了所有人 想用其他方法去生产创意的想法 一旦有人这样做 咔掉 所以我是要讲 必须用方法来生产创意 就是用一开始就堵住所有人 想用其他方式来生产创意的链头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不用方法 也能替公司挣钱 公司呢 首先不支持这样的想法 我们现在也完全堵住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的目标就是严丝合缝的 按不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按照方法按照流水线 提高我们的效率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规模的生产高质量的创意 好 总结一下 创意产品的好坏 不是由老板的主观断定 而是按照客观规律 按照明确的良品标准来判断的 在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你以下几点 第一 创意行业的标准不能依靠主观感受 要依据客观规律给出具体清晰的描述 清晰到上下级没有奇异 大家能够依据标准描述得出共同的结论 第二对于定性的标准 比方说我们谈到的文化母体 要提供事实依据 要从消费者原话当中去找事实依据 也不能够通过经验或者个人喜好去判断 第三方法不会让成功变得更容易 方法会让成功变得更难 使用方法去取得成功的工作量是更大的 但是它能够在长期的工作时间里面 或者在规模化的创意生产里面 提高成功的概率 而且是大幅度的提高成功的概率 所以读客不追求单本的质量产出 不追求一本书 要卖几百万车 卖三千万车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稳定的生产 大批量的高质量创意 创意能够高质量 大规模的生产 这个才是我们的未来 这个才是我们的未来 能够让我们 不管是出一本书 一百本书 一千本书 当我们的产能不断放大的时候 每一个版权都能够在这里得到高质量的出版服务 这个才是我们期望走去的地方 这一讲呢 我们讲的是在创意生产的流水线上 每一个具体的创意工作的 每一个具体的环节 如何去制定标准 如何去进行判断 让创意生产能够有序的推进 生产出高质量的这个 东西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